国产剧组禁言了赵丽颖,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。 赵丽颖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实力派演员,她在《风吹半下》,剧集播出期间被禁止发生,让人不禁思考这背后的原因和影响。 对于此事,观众和业内人士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 一方面,许多观众和支持赵丽颖的粉丝认为,演员的表现和作品质量才是判断一部剧集优劣的关键因素,不应该用禁止其他作品的方式来凸显自身的价值。 他们对国产剧组的这种做法感到不满和愤慨,认为这是对观众权益的一种忽视和不尊重。 另一方面,也有部分人认为国产剧组可能出于某种考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。 或许是因为剧集,风吹半下,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面临压力,希望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关注和话题。 然而,这样的做法是否值得,引发了人们的思考。 赵丽颖本人对于禁言事件并未公开发表过多言论,她目前专注于自己的工作。 据悉,她有多部电视剧和电影正在等待播出,这让她的粉丝们十分期待能早日欣赏到她在影评上的出色表现。 然而,也希望相关方能够停止对赵丽颖的过度炒作,让她在专业领域得到更多公平的对待,让作品本身的质量来证明她的实力。 在这个问题上,有些人呼吁观众回顾赵丽颖的经典作品,欣赏她在过去的作品中所展现出的精湛演技和出色表现力。 赵丽颖在多部剧集中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,因此她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 观众希望国产剧组能够看到赵丽颖的价值,给予她更多的机会和支持,让她在更多优秀的作品中展现自己的才华,为观众带来更多的精彩演出。 除了对赵丽颖本人的关注,此事也引发了对于国产剧制作的反思。 观众认为剧组应该重视观众的声音,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。 观众是剧集的最终目标受众,他们的喜好和支持直接决定了剧集的命运。 因此,剧组应该更加重视观众的需求,积极倾听他们的声音,以提高剧集的质量和观众满意度。 此外,观众对国产剧集提出了更多要求。 希望能够看到更多优秀作品和有深度故事情节的剧集。 这也意味着国产剧组需要注重创作和原创性,挖掘更多优秀编剧和导演,以提供更加多样化和精彩分成的剧集内容。 总体而言,观众的意见和支持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。 只有满足观众的需求,国产剧集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,赢得更多的认可和关注。 通过倾听观众的意见和支持,行业才能更好地发展,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,为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的视听享受。 从这个事件中,我们应该意识到观众的地位至关重要。 观众是剧集的最终目标受众,他们的支持和喜好决定着剧集的成功与否。 因此,国产剧组应该更加重视观众的声音,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,为他们提供更优质、更贴近心灵的作品。 在未来,我们希望国产剧组能够更加注重创作和原创性,挖掘更多优秀编剧和导演。 只有不断创新,才能为观众呈现更多深度、多样性的剧集内容。 同时,也希望观众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国产剧集,给予更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,成为行业进步的动力。 最后,让我们一起回顾赵丽颖的经典作品,欣赏她的出色演技。 同时,也呼吁国产剧组停止对演员的过度炒作,让作品本身的质量和观众口碑来证明演员的价值。 让我们共同努力。 共同见证国产剧集不断进步,不断创新,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视听盛宴,谢谢大家。 赵丽颖在主演的《花开半下》播出时竟然遭到禁言,这个消息在娱乐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 然而,就在7月25日的清晨,她却意外地登上了热搜榜首,让人们不禁疑惑和好奇其中缘由。 原来,这次登顶热搜与冯综艺节目和绯闻恋情等无关,而是关于2022年的旧事,也就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。 与此同时,魏大勋饰演的孟雁辰尘虽然在豆瓣国产剧小组被禁言,但仍然成功登上了热搜榜。 然而,关于赵丽颖被禁言的事情却先有人知晓。 原来,赵丽颖也曾经因为某些原因被豆瓣国产剧小组禁言,而这样的情况在聚播期间对演员来说并非罕见。 类似的防暴操作在娱乐圈中屡见不鲜。 豆瓣的国产剧小组是一个娱乐讨论小组和百家超话组,拥有众多活跃的会员。 在这个小组中,会发布各种各样的帖子。 而这些帖子往往会被搬运到微博,成为言论的发源地。 这个娱乐讨论小组的组长和管理员都是粉丝们,他们各自热爱并支持着自己钟爱的演员偶像, 这也导致了在讨论组内出现了不少偏向性言论。 在这个小组里,对胡咖,只粉丝的自称,表现出了友善,而胡咖在这里也备受欢迎。 不过,也有一些人爆料称赞赵丽颖的粉丝在该组作威作福,甚至试图控制着这个小组的情况。 另外,有些人在讨论组中对魏大勋的演技给予了赞赏, 但却对其他85花和童谣热衣扎的演技进行了贬低。 由于赵丽颖和杨幂的粉丝在该组内刷屏的行为频繁, 所以他们两位女演员都曾因此被禁言过。 然而,对于赵丽颖来说,这样的风劲并不重要。 她作为实力派演员,其出演的剧作一步接一步, 而且在娱乐圈中拥有着广泛的粉丝基础与强大的影响力。 她的剧作《风吹半夏》成为了2022年的口碑暴剧, 得到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好评。 她的剧粉们用各种形式积极地推荐她的作品, 包括使用不同语言和表情包等方式。 然而,正如在娱乐圈中常见的情况一样。 一些热门演员的粉丝可能在讨论组内过度活跃, 导致了一些争议和禁言事件的发生。 尽管在某些时候可能会因为争议而受到禁言, 但赵丽颖的演艺事业依然在稳步发展。 而且,她即将与林更新搭档出演的《与凤行》即将播出, 相信这部剧也会成为一部爆款剧,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演出。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禁言或争议, 赵丽颖都会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实力继续在娱乐圈中闪耀。 对于赵丽颖来说, 禁言虽然是一种限制, 但对她的演艺事业并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威胁。 她的才华与努力使她在娱乐圈中不断取得成功, 她的作品依然备受期待与喜爱。 作为观众,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她的作品本身, 用实际行动支持她的演艺事业。 同时, 也希望赵丽颖能够保持对待争议的冷静与坚韧, 坚持自己的信念, 展现出真实的自我。 总的来说, 在娱乐圈这个浮华而多变的世界里, 我们作为观众要保持理性, 尊重他人, 支持优秀的作品和演员。 在喜欢明星的同时, 也要保持对待争议的客观态度, 不盲目跟风, 不传播恶意言论。 让我们共同努力, 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娱乐环境, 共同见证更多优秀的作品与演员的诞生。